所以我过去跟着悟行法师 去了很多国家 我以前疫情之前 我跟悟行法师到美国到欧洲 很多地方 我曾经我们看下面 我曾经看到的听到的 但是在西澳师父没有医到了 这说明西澳的上根深厚 我看到很多人曾经有时候问我 有时候问悟行法师 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 我们应当要念释迦牟尼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念释迦牟尼佛 而念阿弥陀佛呢 我常常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甚至于有一些不同的宗教 也是这样的问过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我们当要知道 是我们的教主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而且在阿弥陀经 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连世的四智 都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要遵从老师的教会来 念阿弥陀佛 你看 弥陀经里面 连续的四次 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弥陀经 非常的特别 没有人邀请释迦牟尼佛 主动来为我们讲这一部经 而在这一部经 在大众 在这个随称的地址 四次劝导我们 你要念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要这样讲 为什么五问字说 因为没有人知道 阿弥陀佛这句名号的功德 不可思议的 唯有佛以佛方能知道 方程知道 所以连续的四次 你想一想 释迦牟尼佛只劝你一次 从来没有超过 两次三次的 但是在这一部经 很特别很怪 连续的四次 告诉你们 你要听话 你要念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看下面 就老实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佛的弟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一定要依教奉行 照佛所说的话 来念阿弥陀佛 所以不要拐弯磨脚 要听话 要老实 有利而武害 所以你看 我们现在的人很多 明明释迦牟尼佛说 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 但还是拐弯木脚 所以你看 害了释迦牟尼佛 讲了 经讲了49年 为我们介绍了 八万四千法门 你想一想 如果大家听话 老实 释迦牟尼佛只讲 无量缩金 弥陀金过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同 我们的因缘不同 我们的喜气不同 所以释迦牟尼佛 才为我们讲了 八万四千法门 才为我们讲了 49年 三百一会 最后才离开这个世界 那将来 弥勒菩萨 降生到这个人生 他也是一样 没有别的 也是为我们介绍 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看我们这个时代 会出现一千尊佛 释迦牟尼佛是排第四 弥勒菩萨排第五的 那后面的995 将来出现到这个人间 也是为我们介绍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我们今天能够遇到了 闻到了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赶快念 怎么念呢 那才个重要 很多人会念佛 跟不会念佛有区别的 有些人念佛 也心得清净 有些人念佛 也念一三万 我们就是这样的 念佛也三万 你看看你们自己 是不是这个样的 有没有心 有没有清净 没有啊 心有没有 静下 有没有这个散乱 有没有减少 没有 所以会念的人 一记阿弥陀佛 他就得到利益了 不会念阿弥陀佛的 你念了一百万 一万声 你还是一样 你还是一样 所以尊敬的 追通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相信 所以呢 不但释迦牟尼佛在 弥陀经 连续的试词 那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不但佛教我们 念阿弥陀佛 佛在法华经 你看法华经 大家有没有去留意 还有华眼经 最后一品 宝积经 大积经 我们的净土三经一论 无量无宾的大乘经典 无量无宾的法 都劝导我们 要念阿弥陀佛 那不仅仅释迦牟尼佛 就是说明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所以呢 尊敬的追通修大德 我们看下面 既然我们今天念佛了 那就专修念佛法门 就要专念阿弥陀佛 老实听话 又深信佛所说的教会 这个我们必须一定要知道 那对于念佛的人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首先一定要从深信开始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现代这个末法时代 发若磨墨墙 有许许多多种种的议员杂说 往往站着其他的立场 来看佛法 使人对净土法门 会产生种种的怀疑 这个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必须要从深信净土开始 没有深信净土开始 你是没办法的 但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 联系的四次 劝导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什么原因 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对我们末法的时代 对我们末法的众生 有什么大的帮助 为什么要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道理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 释迦牟尼佛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但是最大的重要 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才能够让我们有很大的深信 对于净土法门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对于净土法门